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秋季是寒暑交替的季节 气温反复无常 体弱人群亦是难以适应 疾病存生 如果这段时间旧病疾发或者增添新病 接下来的冬天就不好过了 怎样做才能避免这些问题呢 其实旧疾复发或增添新病 民间的15句俗语 谚语中就包含了入秋所有的养生防病的药诀 今天就请各位专家来给咱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秋收 一 秋天一收不一散 湖北省武汉市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姚世明说 这句谚语正好应了中医的秋收冬藏 收的关键是收敛肺气 润肺养肺 要少心多酸 建议多吃一些甘寒之多胃酸的果蔬 如梨 柚子 柑橘等水果 即萝卜 冬瓜 山药 莲藕等蔬菜 常吃冰糖炖梨 百合炖梨 银耳莲子汤 冰糖燕窝 冬瓜炖鸭等食物能有效的缓解 咽干 咳嗽 皮肤粗糙 大便干节等秋躁症状 二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春夏两季 人体阳气以外发为主 秋冬时节要注意阳气的收育藏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胡爱萍教授建议 秋季运动要以静为主 可以打打太极 跳跳舞 散散步等等 要延长睡眠的时间 早睡早起很有必要 秋食 三 吃了十月茄 饿死郎中爷 北京中医药大学养生士教授张忽德说 茄子营养丰富 但饿死郎中爷太夸张了 中医认为茄子有清热 活血化瘀 消肿止痛等功效 可防止大便干节 痔疮出血等等 茄子能增强毛细血管的弹性 并减少老年般能防血压升高 调节胆固醇 建议一年四季都吃 第四 秋瓜坏度 科学院教授杨丽指出 秋天西瓜 甜瓜等 阴寒性质的瓜果类水果要少吃 老人 小孩及肠胃功能不好的 尤其要注意 只要不过量 那也不会损害健康 第五 秋不食 姜 张忽德 指出 姜是长寿食物 一年四季都要离不开姜 但夏季更要多吃 秋季 姜 葱 姜 辣椒作为调味品 味道问题不大 秋补 六 秋贴肉标 历秋后 民间所有贴秋标一说 其中首选吃肉 张忽德认为 此时不易以羊肉 牛肉 狗肉等肉类进补 但兔肉 鹅肉 鱼类出犹豫外 都比较推荐 七 秋天补的好 一东并不找 山东省济宁市中医院内科副主人医师高颖建议 身体较胖 血脂高的人 适当食用脂肪含量相对较少的 鸭肉 鸡鱼 鲤鱼等等 身体虚弱 四肢无力的老人 可以每周食用一次乌鸡或土鸡炖汤 以补充体力 胃寒 怕冷的老人 可以适当地食用羊肉 新鲜水果和蔬菜要结合身体的需要 如若存在势力问题 如老花眼 眼睛干涩等等 多吃橙黄色 水果蔬菜 如胡萝卜 南瓜 芒果等等 若牙茵常出血 多食用蜜猴桃 翠冬等 大白菜等等 第八 四季脾旺不受邪 张沪德说 夏季人们常常进冷时脾胃功能下降 因此进步前要先调理脾胃 不妨多吃点绿豆 扁豆 一米等等 国家明老中医 成都呼吸疾病专家张勇教授推荐 强肺健脾的药膳方 百合山药 莲米 一人各三十克 麦都 大枣各十克 冰糖少许 可肩幅 少量 贫饮 也可以做熬粥用 老幼皆宜 九 秋日登高望远 提倡秋季旅游 也可以根据资深情况登山望远 张沪德说 老年人适合爬行一些 山式缓慢 海拔不高的小山 靓丽而行 有高血压 心脏病或骨关节炎 骨质严重疏松的等基础病的老人 如果想登高 建议做锁道上山 秋冻 第十 春午秋冻不生杂病 中医院肾内科教授孙伟子初 这体现了中医因时制异的思想 秋冻因遵循昼毛夜后的原则 气温明显下降后 最好在起床时就添加衣物 气温回升时捡衣服 更需在早上起床时进行 患肠胃病 关节炎 老慢支 肺气肿 过敏性鼻炎 支气管哮喘 外周动脉供血障碍 及没有稳定控制的高血压患者等等 最好不要秋冻 这一人群晨起后 不宜单一做室外运动 晚上窗户不宜全开 尤其住高层者 最好穿棉袜如水 十一 白露深不露 寒露脚不露 孙伟说 这表示要注重足部的饱满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治末病中心 李定文教授说 用生姜 艾叶 味灵仙 木瓜 杜仲 盐壶醋 盐壶索 牛漆 桑浸生 陈皮 川宫各五克 煮水泡脚 可温氧里气 去风去尸 获雪花瑜 十二 秋风起息 摆病生 张福德说 秋天摆病一生正是源于秋风起义 因此 尤其是深秋接近立东时 起风时及时躲避 出门前做好饱暖 晚秋出门最好戴堂毛巾 秋灶 十三 秋邪 灶邪伤人 好人惊艳 灶邪伤精会出现皮肤干燥 口鼻干燥 两目干涩等症状 天津市南开医院中医博士 孟凡征介绍 秋灶有分别 中秋节前属温灶 中秋节后为凉灶 建议温灶时饮用丧杏汤 凉灶服用杏苏惨 桑杏汤 桑叶 橡贝 香纸 桂皮 梨皮 各三克 杏仁 4.5克 杀身 6克 或只用桑叶 7片和杏仁 6-8粒 水煎腹 杏苏惨 苏叶 橘皮 结梗 志壳各6克 杏仁 半夏 芙苓 前壶各9克 干草 3克 生姜 3片 大枣 3枚 水煎腹 志恒提醒 一定要到中药房去买 私人的或路边的等不正规的 很可能没有经过炮制 有毒 秋阀 春困秋阀下短 秋 入秋后 眼下造成的消耗一时未能完全补偿 不少人感觉到浑身疲软无力 疲惫 倦怠 睡意连眠 这被称为秋阀 辽宁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人 何秋介绍 调整生活起居 对于体质虚弱 年老多病者 一时秋阀不能解除 可适当地服用 补中益气丸 六菌子丸 香沙养胃丸等中药进行辅助治疗 秋愁 十五 秋风秋雨 愁煞人 老年人 常年在室内工作的人 以及 平素对寒冷比较敏感的人 比一般人更易感染秋愁 情绪 不宜像夏天那样张扬 而应凝身 安神 静心养气 多进行户外活动 或登高远足 或水中泛舟 或亲戚书画 或养花垂吊 或本曲奇武 十五句谚语俗语 平时就是随便说说 没想到经过专家们一解释 还蕴含着这么多防病养生的知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 记得免费点击订阅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或者脸书 三位书找我 志恒陪您一起成长 松 managed未经计计计计 三位书找我 三位书 那